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每一次都是在期待的时候就会失望 那今天这一次的这首歌就是终于真的实现了这个愿望 那所以蛮感慨的 就是而且发现原来这七年之间发生这么多事情 这首歌就是说这位蠢才会在一个爱情的那个瓶颈的位置的时候 就是选择去继续坚持下去 因为是还是不会舍得放弃一段感情 那就是这首歌就是对你来说是不是 其实你以前某一天就是爱情上的一些写照 不是单用在我身上 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的感情路上或者生活的路上 不一定是感情 你都会遇到一个瓶颈的位置 那所以这首歌就是就是好像跟你们说 因为蠢才你只要把那个把自己心里头的一些抑郁 不要放得太大 然后再为对方或者再为现实拥有的东西感恩 那你就会就会挨得过下去 然后可能会有更好的结果这样子 受疫情影响 Gini虽然减少公开宣传活动 不过就多了在家开Live 而且她早前还在直播中大爆老公隐私 引起网上热烈讨论 但夫妻关系就一点都不受影响 而且老公还经常播Gini的新歌给女儿听 既然这首歌就是那么特别 家有小公主就是要有没有感觉 已经听得很熟很熟了 她现在已经懂得唱这位成才这四个字 那所以就要归功于她老爸 因为她老爸就是平时一播的时候 就会叫我女儿一起来我们一起唱这样子 那所以其实Giselle她就现在就是正在 因为她现在学讲话学得蛮好 现在就慢慢教她要唱歌 然后就是最近Gini也是多了在家里面 就是开直播 有时候也会爆料 爆一些家里的小秘密 对 其实你跟Alex是不是都会各自在外面 就是正气缸啊正副缸这样子 对啊 肯定要啊 难道我们各自在家里头被人家鞭打的时候 都要告诉你们吗 我们两个就是打者爱耶